今天已經開始登記了 我們還是第一名 現在其他的政黨不要說副總統候選人 到底會不會總統候選人會不會去登記都不知道 賴蕭沛動算 賴蕭沛動算 2024團結一致 2024團結一致 去宏都拉斯的時候 我曾經跟美琴請教 我說如果我有機會得到民進黨的提名參選總統 是可以邀請美琴來擔任我的副手 不過那時候美琴並沒有給予我答覆 後來我正式得到提名 當然各方社會各界也有推薦好的人選 最後呢我們也跟美琴持續不斷的溝通 後來美琴最後才同意 不過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一件事情 我已經會證明美琴的責任感了 他要求公佈的時間要在他完成APEC相關的工作之後再來宣布 我那時候在想說 那恐怕是要到11月20號左右了 那恐怕是所有政黨推薦的候選人組當中 我們會是最後的一組 結果沒想到我們還是第一名 今天已經開始登記了 我們還是第一名 現在其他的政黨不要說副總統候選人 到底會總統候選人會不會去登記都不知道 這真的是 這個事情也可以看得出來美琴啊 非常有責任感的地方 賴蕭沛動算 賴蕭沛動算 2024團結一致 2024團結一致 2025雫和他的茲筏 尤其是他時間不 knowing 解決死短和黑身都很無關 是的 predictable 有病 mash perspective